今天的依次个股推介是新天绿色能源956 什么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早选选原因是 今年以来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 新能源装机规模稳步扩大 截至到8月底 风电装机容量大约3亿4千万千瓦 外年增加超过1成6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大约3亿5千万千瓦 增长大约2成7 风电和光伏发电合计佔内地发电总装机2成8 中央规划14.5期间 风电和光伏发电量要实现翻倍 去到2030年 风电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达12亿千瓦以上 新能源股预料持续受惠 其中新天绿色能源连续3日逆史获资金追捧 估计是两个绿瓜获得初步的支持值得留意 新天绿色主营业务包括风力和光伏发电业务 和天然气销售业务 河北省的天然气和新能源运营龙头 其中由于8月华北地区风放显著改善 新天绿色8月价风电发电量按月增大约3成1 天然气方面截至6月底 公司曹菲电接收站一期进度完成8成4 预计会在今年年底投稳 这个项目摘声能力每年500万吨 配合配套网管的区域覆盖优势 将会巩固新天绿色在华北天然气市场的龙头地位 新天绿色能源受责于去年9元延伸以来的下降季 但近期连续3日逆史获资金追捧 估计是两个绿瓜获得初步支持 可以等候两个7以下级 马就反带目标看3个2 跌穿两个6就止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